这个宣传视频也方便各位同学 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校外的同学和老师 了解我们学院 那现在七点我们讲座就正式开始 那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呢是我们育权金融讲堂的第57讲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张博洋博士 为我们带来一场这个提为 从业者视角下的国际宏观与金融 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演讲 那张博士呢有非常骄人的这个教育背景 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 获得数学学士和经济学双学士 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的博士 也曾在哈佛大学作为交换学者 他的研究方向是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 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从事短期的研究 他于2017年加入城堡投资 全球固定收益与宏观基金 现为副基金经理 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和亚太新兴市场的大学 请何孟把这个 把麦克关掉 何孟华 还有这个白淑婷 可能你把那个就是叫什么 大家的这个麦克要控制一下 如果有那个杂音出来 你可能要那个作为主持人控制一下 好那我继续哈 好了好了 张博树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利率 汇率 及股指期货宏观与相对价值投资机会 那这个我们非常荣幸 有请这个张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这个演讲 那下面就时间交给张博士 好那个感谢吕教授的介绍 这个这个非常有幸能够有机会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 准备了一个要简短的这个幻灯片 然后我个人呢 就是大家可能也能猜到 就说是这次来主要是因为的洪老师 然后因为这个原来在康大 虽然就说我做的研究方向不是纪兰定学 但是这个洪老师给了我这个很多的帮助 然后除了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所以说这个非常开心 洪老师现在在这个国科大这个精管学院 然后做了推动了很多的工作 然后也希望那个今天能够的跟大家一起 这个分享我在业界这 现在七年的一个经历吧 然后这个我是博士毕业之后 现在另外一家基金做一个宏观分析师做了一年 然后之后在城堡投资 然后全球宏观和股林收益部门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粒粒粒衍生品 国债 当然也做这个估值期货之类的 然后可能是从这个 微观到宏观的从宏观到悔观 然后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积累还有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吧 然后这个投资这个方法和我们所看的这个所谓的Alpha generation 这样的一个渠道或者这个方法论 也是有不断的一个提升 然后这样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我之前在这个给康德尔大学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学校也 也这个简单的提过 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这个将课本上的知识和这个我们 实物上的一些这个经历相结合起来 然后讲的比较简单 但主要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 就是说你今天课本上学到的很多东西 就是说他当然不会以这个 cd的方式出现在金融市场当中 但是和金融市场的实物的联系 其实要比很多人想象中的紧密得多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 大家看得到吗 应该没问题吧 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谢谢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我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所谓的Word story from COVID 当然这个过去这两年市场的这个波动率 真的是和我刚入行的时候 相差很多 然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这个类似的这样的故事 然后包括像最近这两周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从硅谷银行到这个First Republic Bank 然后再到这个瑞信 然后周末瑞信 takeover 然后市场波动其实也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或者我们可以从经济学 金融学的原理上来思考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市场如今是变化这么大 然后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说经济和金融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然后我们可以介绍一些动作片实物的 就是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然后比如说你将来如果说想要在金融行业里从业的话 到底怎么样去思考自己的比较优势 或者说自己想去的哪个具体的细分的这个行业 最后还有这个国际金融的实物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美元指数从2017年到2022年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2020年3月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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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跳跃 这个是因为新冠导致了全球美元流动性的这个短缺 然后这个因为大量的这个跨境的金融业务 它还是这个更多的存在借贷美元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大银行 然后它就不是美国的银行 它没有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渠道 然后它都通过这个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货币批发市场 Holesale Market 它进行融资的 然后所以当这个货币批发市场 它出现这个困难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个所有人 他都会急于要这个抹平他的美元工头的敞口 或者说能够就是抹平他美元 美元的这个融资的需求 然后这也导致美元的一个一个打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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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跃 当然这个这个徒是到2022年初 他也知道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很多 然后你如果说这个再去看的话 这个美元指数大幅走高 这也是因为这个 全球的这个 央行之间它的这个利差预期很不一样 因为美联储在过去这几年 价值400多个基点 然后成功了这个 也不能说成功吧 比如说在努力的要这个 紧缩 金融指数 然后呢 这样导致美元走强 但这个和我们讲的这个 危机情况中间的这个 美元在短期之内的大幅走高 这个还是不完全一样 啊 呃呃 呃 我们到时候我们一会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就是呃 国际金融食物当中 大家怎么看 对不同影响汇率的一些因素 但是这个图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在新冠当中 在新冠过程当中 这个市场短期波动有多么巨点 另外一张图 左边的这个图是 就是bet an offer 大家可能知道 虽然美国国贷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 而且是一个 而且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 资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市场 而且交易量也非常非常大 但是美元的国债市场 大多数是我们讲的over the counter 就说是你要是和一个对准方子 进行交易的 而不是像股票 很多的股票 类似于它是在交易所上交易 所以就说是 一旦流动性下降的时候 就说你的交易对准方 就是大家所谓经常比较知道的这些大的投行 像这个Bosch Bracket 然后有9个 然后如果瑞信被收购了就8个 然后以外还有可能12家比较大的 这个投资银行 他们都有自营的或者这个做事商的交易部 然后他们可以跟全球的各个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 然后这个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交易的差值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这个市场是非常流动性非常非常好 在我刚入行那会儿 就是因为市场波动率被挤压的非常非常低 就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 甚至可以拿到大概中间价左右的这样完成一个交易 这个对于美国国家 因为就是流动性非常非常好 参与者非常非常多 但是在新冠过程中间你就可以发现就是 这个买卖价的差价一下子就变高了 这个就是因为市场的风险变得非常非常大 波动率变得非常非常大 然后导致就说是这些交易商 他比如说他就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差价 来够能够就是弥补他的风险 他的风险敞口应该是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差价 来弥补 否则的话对他来说 就是在这个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他的收益就不够大 那这个在上周上两周 因为大家对美联储的下一步的加息的预测发生质疑的时候 这个市场波动也流动性也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急剧的下降 然后一度的时候这个Urival相当于就说是欧元区的Vival Recover 然后Urival期货一度就是到它是一个市场交易所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品种 然后它的一度它的这个市场就是在最高价位上的这个当前市场价位上的这个Order 它的这个这个成交量就或者就说它那个现有的这个期货的单只有三张 这三张意味着就是说可能平时的话这可能是三千张三万张 然后在这个市场急剧波动的时候它就只有三张 导致就是说说明了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看到 就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套利啊或者说是做事商啊这些人 他们对于这个波动率非常敏感 当波动率低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参与到这个市场 而来提供流动品 因为就是说你感觉这个对波动率可控下你的这个收益是比较高的 当波动率上升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这个就是就是减少投策 或者就说减少提供流动性 而这个带来的后果就使得波动率变得更为提升了 这个是一个过去这几年我们发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波动率存在一个严重的内生性 当这个波动率越高的时候这个流动性反而会越差 然后导致这个波动率就变得更高 然后第二张图是我们讲这个spread on cheapest to deliver 这个bundance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这个利率市场 发达国家利率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个交易策略 或者说是存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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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吧 就是说是因为期货这个在美国的期货 就是说他国债期货他在像商品期货一样 他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你可以这个旅行合约的一个一个要求 使得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国债是可以符合这个要求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说存在某一个国债 它是可以最廉价的方式对于这个来服行来履行这个合约的要求 然后这个bundance的人大概呢就是说是你可以这个从宏观上来讲 他们也是提供一个市场的流动性 然后通过这个谋取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利润 那他们可能加很大的杠杆 然后来使得这个市场的这个无套利假设可以得到满足 当这个绿线蓝线是基本上接到接近为零的时候 就因为这无套利假设基本上是存在的 因为就是说不可能完全是零 因为就是说市场总维是有一点点这个误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中间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溢价 然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新冠发生的那几天 就是从3月9号到4月初吧 从3月初到4月初 然后这个激差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过程 这也就是因为市场流动性急剧下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机构都担心自己无法实现这个正常的回购 然后可以在这个市场里继续参与的那种 他也要求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溢价 这就导致这个市场 就是说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无法正常 就是就是 Normal Function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呢这个美联储这个及时的介入到市场提供流动性 然后再加上大规模的那两分钟 然后购买这个国贷 终于把这市场来平均 然后我们讲几个这个 简单讲一下这个几个我个人觉得 经济和金融原理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些 然后大家在课本上肯定都是学过几十遍了 然后也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感觉都是像废话一样 但其实每一天在金融市场中间还是能够感觉到 就是说这几条原则都是 无时无刻不充施在这个市场当中 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 每个人都会 我们假设这个理性人 市场的参与者都是理性人 而理性人呢 他们就会受到这个激励而进行活动 而这个激励可以是这个 在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这个激励就是说是 如果说你认为未来有正的预期收益的话 然后或者这个预期收益在这个 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是我们觉得这个风险收益的这个 回报是比较理想的话 那大家就会去这个选择就是 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激励 这个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然后在金融市场中间当然也是广泛自在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是 OK 这个除非你是 当然我不排除可能有的人是 非常非常的聪明 然后但是金融市场是一个 可以说是经济市场中间最特立的一个 是一个极端的 竞争性的一个市场 任何的一个 前代的一个可能套利的一个机会都会被大家发现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 虽然在经济波动中间广泛存在 就是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个导致 但是在金融市场中间就是 格外存在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讲了这个 这个套利的机会 什么是套利的机会 套利的机会 就是当那个一价性原理被破坏了 就是说 last one price 不能够被实现 如果说在某种情况下 你会挣到正收益 或者说在广泛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能够挣到正收益 那这个 那这样 而你不需要付出什么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存在有套利的机会 然后 虽然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广泛使用套利这个词 就是我也会经常说 我们这些策略是套利 但其实就是严格意义来讲 他们不是金融学定义上的套利 他们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 风险回报的一个机会 而这个风险回报 但是就是说 这样一个机会存在 依然是说明 你可能是在承担一定的一个风险意义 在某种情况下 你可能会损失 而这个你的 作为了套利 更大程度上是说 你觉得你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或者你支付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风险调整之后的一个成本 是远小于你的收益 这样我们会说 你是这个rich world 非常的 非常的喜 非常诱人 但是完全的这种 一个套利的机会 在当今这样一个发达的 这种市场上 是相对比较少见 最后一给我讲的 就是说 高收益不代表有 这个 高收益一般是 跟随着高 高风险 但是反过来不一定 所以就说 因为一个高收益的 在一个完全竞争性的 一个市场下 如果说它还是个低风险 那肯定大多数人都会涌进 这样的话 收益就会贪薄 所以就说 高收益一般来说 你总是要思考一下 就是巴菲特 有一句话讲 就说 你总是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要买这个东西 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要卖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不到一个好的理由的话 那可能你是笨蛋 就说 我们这个 在其中市场上 第一要有重要的一个要义 就是说 不能够假设自己比别人更聪明 这市场上聪明人才多了 竞争性很强 所以就说 如果一个高收益 往往都带一个高风险 反过来就不一定是对的 对吧 就说 你如果说 一个人 他的这个生活 这个这个习惯不好 那我们可能会说 他是HIRIS 然后如果说 有一个人 他去参加这个极限运动 那我们可能会说 他是HIRIS 但是就说 你自己选择去从事一个 高风险的活动 他并不一定会带来高收益 而是一个存在的高收益 他并不一定会带来高风险 希望大家去思考 在各自人的这个交易 投资的这个 全国市场的参与活动中间 包括像个人生活中间 这都是一个挺重要的 一个经验教训 然后最后呢 我想再总结一下 这个我们从宏观上 大概讲了一下 就说 真正的这个 这个套利的机会 是非常少 然后所以就大多数时候呢 我们都是一个承担风险 或者就说是 在和一个概率的一个分布 做一个思考 更多的时候 是寻求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然后 但是这个投资机会 不会是完全没有 这个伪传风险 而很大程度上 只是就说是 在这个概率分布的情况 基于我们自己主观的 一个概率分布 我们觉得和市场的 概率分布 有一些的出入 而且我们觉得 在我们主观概率分布下 这样的一个交易的 或者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它的这个 净收益 应该是大于它的 这个伪断风险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而我们也相信 就是说 这个 这样的一个机会存在 可能是因为短时间内 没有人能够发现 但是 所有人 他们都会回应 于这个市场 大概的激励 所以就说 市场在某一天的时候 或长或短 最好是比较快的时候 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同时呢 其他投资者也会有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 估价的一个预估 或者说是对它的一个 金收益的一个分析 就能够得到实现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是 在读 读这个读博的时候 我就对于这样的一个 这个 consumption based asset fighting model 感觉非常的 神往 然后 因为它确实将我们 宏观定理学的研究 和几个金融定价的 有没有 这个结合到一起 然后真正在金融市场当中 你也会发现 就是说 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有影响 就是 是有很长的一个官僚 这个设置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资产 或者一个 一个证券 它的这个限制 应该是由它的 下一期的预期值 就是 预期的一个 一个回报 是 是这个 然后它的在各个状态下的 一个回报的 一个 风险的 一个贴水 然后 这个beta呢 是我们认为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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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个 一个 你的 这个耐心的指数 或者说 一个 那个 跨期的一个贴水 然后呢 这个 你下一期的 这个 这个 消费的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marginal utility 然后 然后和你这一期的marginal utility 然后整个这个 前面的这两项 叫beta乘以这两个 是我们讲的一个 这个 这个 cacid discount factor 就说是 一个随机的一个贴线技术 它取决于两个 一个就说是 你对于下一期整体的 你的耐心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有多需要 在这个不同的一个 一个一个状态下 你对于下一期的 这样的一个 收益 你有多在 比如就说 如果说这个 这个 这个 c车 t plus one 它可以是一个 离散的 也可以是一个连聚 那它一个核心的 就是说 你下一期的 这个 如果说是一个 有不确定性的 一个资产 那么 它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回报 同时取决于 你有多在乎 这样一个情况下 的回报 比如就说 如果说在 所有人都在赔钱的时候 这样一个资产 它能够提供一个 这个收益 那你就会觉得 这样一个资产 它是非常吸引人的 如果说一个资产 就是说 在所有人都挣钱的时候 它也挣钱 在所有人都赔钱的时候 它也赔钱 那这个资产相对就没有这么诱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 就是说 国债很多的时候 有这个避险的效应 以及就是说 国债应该有一个 风险的 这样一个溢价 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说 当这个市场成绩 就是说 遭遇不确定性 或者遭遇这个风险的时候 国债还一般是一个升值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 国债是一个 更诱人的一个资产 而同理呢 就是说股票一般是 经济好的时候股票少 经济不好的时候股票跌 所以股票作为一个资产 它的这个 对于你的这个风险 就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 当所有人都挣钱 当整个经济都比较好的时候 它也挣钱 它挤上天花 但是如果说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它要赔钱 然后就是对于你来说的话 就是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乌漏 乌漏偏逢连眼语 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式 因为它带来的影响很多 然后这个公式同时带来呢 就是说 取决于你的这个效益函数 是怎么这样的 如果当这个整个风险变提高的时候呢 就你可以说这个 当这个这个方差变大的时候 一般来说会带来的一个 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净值会下降 因为就是说 李静雯他 在这个风险更高的时候呢 他对资产的回报的要求也会更高 像我们讲的这个 风险越高 收益越大 就是说当这个风险越高的时候 如果说不败的 这个风险收益越大 那大家就不愿意持有这样的资产 这就导致了 就是说 我们之前讲了 就是当这个 市场波动率变大的时候呢 投机商 他对于给定的一个 这个预期收益 他就不满足了 因为他现在需要成本 成本更高 所以他会需要一个 更高的预期收益 这就导致呢 他对于这个回报的要求 也就会更高 这样一些这个 也简单的这个 金融经济学的这些公式 其实和市场中间的 很多行为是想不配的 或者呢 就是当市场避险情绪 非常高的时候 就意味着市场 对于这个 classic discount factor 对于某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的这个 这个贴水非常高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就是说 市场对于某一类的资产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以挣钱的资产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需求 就会比较高 老师这样的一个资产 他的这个价格 也会成成溢价 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 一些这个 小故事 还有一些这个 我觉得比较核心的一个 金融和经济学的 一些这个原理 现在我们那个 大概来讲一下 这个 金融市长 和这个 金融机构 主要从事的一些 这个 这个工作 然后呢 那个 他们承担了一些的 这个责任 以及大家未来 在这个 个人的这个 职业规划 上面应该去如何思考 然后我觉得这一段 可能跟很多的同学 是最有相关的 希望对大家帮助 然后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从一个宏观的 从一个理论上来思考 就是金融市场 到其中的作用 我知道这个 咱们国家的资本市场 发展比较短 但也有很多的这个 可能这个 之前有一些这个 诟病啊 或者一些灰色的地带 然后那个西方国家 这个资本市场 发展比较久 当然就说 也有很多的 物比化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是 我希望那个 追根资源 就是为什么 金融市场存在 为什么金融市场 很多人 他们获得的是一个 超过 可以说是超过一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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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经济的 从业中间的 一个收入 因为金融市场 确实他提供了 这个资源的有效分配 提供了一个 风险分担 然后首先呢 就是 第一个我们讲的 就是这个 股票和这个 这个 这个债务市场 然后它可以提高 这个资本分配 就是 那个 我们国家当然就 直接融资比较多 很大的时候 你搞的是这个银行 要去银行这个借贷 然后在西方国家的话 它这个资本市场 向这股票和债材发行 是它的这个资本投资 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 当然甚至于就是 这个 从这个 二级市场融资 然后甚至于包括像 这个PE 大家看到这个 都听到这个 Chat GPT 然后这个OpenAI 它本来是一个 这个非盈利组织 好像拿到了 微软的这个融资 然后这些很多 都是这个 资本市场 可以这个 帮助实现 资本的最优的分配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说 没有这个微软的融资 很难想象 它能做到 今天这个成果 因为不只需要聪明大脑 它本身需要的 这个算力的需求 所以这个 这个成本的要求 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就说 这个也是资本市场 为这个科技创新 提供的这个 这个帮助 或者比如像 这个EvanMars 做这个 Keswar 做这个 SpaceX 然后包括像 我们国内 这个现在很多的 这些创投 然后他们到 这个新三板 或者到美国 NASI 去融资 然后这些都是 这个 资本市场的 一个 一个效果 然后他们都是提供了 一个创新的机会 然后我个人呢 是真正对这个 在金融市场 从事工作 就说是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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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其实是我个人 这个 在美国买房的时候 这个 我那个时候刚毕业 可能这个 才工作了不到一年 然后又不是美国人 然后这个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去银行咨询了一下 没问题 只要能付到这个首付 尤其像美国首付 才不太低 然后能够有这个 收入证明 然后这个银行就被放大 而且我可以拿到很 很好的这个贷款利率 大概当时我可能借着转至2.6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也就比这个 美国的十年国债可能 高了70个基点 这个时候让我个人觉得 就说 一到后来我从事这个利率市场 我也交易这个 这个 这个 租房抵押政策 然后 就会感觉到 就说 虽然有意思 就说这个 金融市场的这些从业者 他们确实是能够通过这个金融创新 还提高这个市场流动性 然后呢 降低融资成本 就像我作为一个外国人 然后在这边也没有很长的一个 这个工作的时间 然后当收入还可以 但是就说 很难想象在一个 非金融的一个环境里面 有人会愿意就带房给我 然后帮我在美国这边买房 而这个 通过信用市场的话 这一切就是 我可以拿到非常 好的这个利率 而且仅是比这个 可能是这个 所谓就是 应该是借贷信用最好的 这个美国政府 那就只高了这么一点 美国政府他有什么 他有这个 有核武库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超强军队 也可以在国内进行税收 这个 当然我比美国政府好的 就说我有抵押 我有住房 都有抵押 所以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银行 他觉得 我的这个 个人的风险不是很高 但同时呢 这个银行 他又把我的这个 住房和很多很多的住房贷款 打包在一起 作为住房贷款 在 证券 然后呢 那个市场 有这个 长期持有的投资者 去投资 持有投资 然后也会有短期的交易 怎么向我们 也会交易这个 租房 租房抵押 证券 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不一而终 然后也都是体现了 就是金融市场 对于这个有效实现 资源分配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那个期货市场 当然呢 也是那个允许 这些期货的 这个商品的生产者 他们能够进行对冲 然后呢 也允许这个商品的 这个 需要商品的 这个中端的消费者 他可以提前高路 进行对冲 然后外汇市场 他允许了这个 跨境的资本交流 资本的流动 然后呢 也允许了这个 进出口者 然后这个投资者 他对外汇进行 这个对冲 然后这个 养老保险 他允许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inter-temporary 就是说 养老薰薰 他实现了年轻人和 长者之间的 这个 划期的这样的一个 风险分担 还有一个交易 然后这个保险公司 他允许 他实现了 就是说 利用这个大数定律 他实现了就是说 不同群体之间 对于一些伪装风险的 一个 一个风险分担 承担 然后银行 银行呢 他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说 他承担了三种风险 一个是这个 97的风险 然后另外一个是 流伦性的风险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信贷长广风险 他实现就是说 让他通过承担 这些风险来 实现就是说 将这个小额的 存款主序 然后这个 收集起来 然后把他们这个 进行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融资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 对冲基金 或者就是一般的 这个共同基金 然后市场的这个 资本资产管理的 这些这个公司 他们就一般是 承担我们讲的 这个price discovery 就是价格发现 这个市场 要能够实现有效 总是需要有人 就是去这个 这个 去努力工作 来实现有效 而我们这个过程中间 就是发现市场的 部分的无效性 然后从中间这个获利 然后也帮助市场的 这个价格 长期持 这个持续在有效的 一个状态下 然后 比较重要的金融市场 主要大概有四种 当然也还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市场 以及包括 他们相关的衍生品 但可能比较这个 激干的 就说是 有四类 一类就是这个 最主要就是股票 大家知道 就是有个股 然后个股又 集合起来 形成这个 股票指数 然后呢 那个基于他们这个 相关的这个 这个期货 期权 然后各类的衍生品 然后不一而足 然后股票在我们 这个金融经济学上的思考 这边主要就是认为 你拥有整个经济的 一部分 所以就说 这个 在美国这边 尤其是发达国家 整体 就是非常鼓励 大家是能够 长期持有 一个指数基金 我觉得对于 个人理财的话 当然这个中国股票 这个过去这十年 那个表现 也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就说 长期持有股票 应该来说 是一个 与国家共同成长的 这样一个状态 关于这个 也有很多的人 写个文章 就说 中国在过去这十年 其实整个股票市场 总是值是大事上升了 但是这个 股票指数没有上升的缘故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信融资 所以导致就说 虽然整体股票 市值上升了 但是就各位投资者 他并不是 以一个 earning per share 这样的方式提升了 他更多的是 就是市场上的 这个流通股变多了 但是如果说 未来十年 二十年 我们的这个股票 基本上实现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也就是还是应该认为 就是说 你持有股票本身 是与中国经济成长 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说 因为就说 你是拿到了 对于整个经济中间 最重要的一些大的 这个上市公司 它的一个现金流 分配的一个产力 所以就说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在西方 对于这个个人投资者 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事情 就是Finting Comp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债善 就是说这个债券 当时就是有 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 就是这个有票系的 没有票系的 然后可以被回购的 然后这个 就是国债 我们国内讲的利率债 信用债 这个不一而足 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基石的一个 一个资产大类 因为就是说 它可以提供一个 可以预见到的一个 这个现金流 然后对于一些养老机构 可能对有长久期 需求这些机构 尤其重要 然后这个货币 这个当然不是一个 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般不被认为 是一个资产 因为它更多的只是 就是一个货币 它需要被放在 某一个资产里面 它可能是Cash 那可能就是也是 这个固定收益的一部分 可能短期票据 可能是这个股票 但是就是说 它作为一个金融市场 是非常大的 这个外汇交易市场 可能是金融市场里面 最大的 按交易额来算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商品 这个里面 当然主要讲的是 这个非金融的期货 比如就说 这个 这个 粮食 然后贵金属 然后 鉴金属 然后能源 这个在过去 这两年也是 非常的火爆 然后 每一类的金融市场 都有它的 所谓的end user 然后它也有它的 这个中间的 这些的 这个 需求 或者 从事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参与者吧 然后 大家 对不同的市场 有一个初步了解之后 可能会思考一下 就是说 我来学习金融学 来学习经济学 我想在金融市场里面 从业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 去思考一下 我未来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职业规划 我个人认为 就是职业规划 对于每个人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每个人努力 不只是要努力 在当下的工作 更要思考一下 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 长期 这个行业 是不是有前进 然后整个金融市场 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 以下这样四个向线 是我们 我们讲的 这个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 primary market septomary market 然后我们讲的 这个买方和卖方 然后 我们可以先从 这个 先从大家更熟悉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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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一级市场 开始讲吧 然后国内现在 这个很火的 这个PE BC 风头 不止国内 过去十年 因为联储的 低低低政策 这个整体都是比较火爆 然后 他们确实为 创新投资 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买方 然后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的区别 就是说 一个是在 一个是已经定价了 在这个市场上 可以自由流通 进行自由的 这个买卖的 就是二级市场 如果说一个东西 它不是在市场上 能够自由买卖的 不是一个 在一个交易所 里面有定价 那它就是一级市场 然后呢 买方和卖方的区别呢 主要是 买方呢 它主要是一个 它用自由 或者带为管理资金 进行这个分配 然后产生这个创造价 什么的这么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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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方向 然后卖方呢 它主要是这个 为买方 或者为整体这个 这个市场提供服务的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赚取佣金 或者赚取差价 然后这个呢 就说的是 这个是买方 然后一级市场买方 就是我们讲的 它有利用自有资金 或者客户资金 带为管理资金 进行分配 进行投资的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PE和PC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间 为它提供 这个投资的顾问 为它提供上市的帮助 然后为它提供 融资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一般的 可能可以是 financial workers 可以是这个 我们这个 最熟知的 当时的这个IPO 感觉就是说 这个 这种市场和 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 整个经济体 它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 也有很常联系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有一波上市潮 所以大家都想要去 这个 这个投行 然后这感觉 过去这十年 大家应该都想去PE 就是说 这也是体现 就是说 在一个早期的这个蓝筹股国企上市结束了之后 这个上市市场 那这个利润就没有这么大 那更多大家可能这个推崇的是这个独教授啊 然后这个前代的一些这个创投的一个投机会 然后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主要是二级市场 就是说是已经在市场上定价了流通的资产 然后如果对台经交易评估啊 然后这个如何在这个中间实现这个价值探索 然后能够为这个投资者放到收益 或者呢 那个作为卖方的话呢 能够这个提供流通性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二级市场的Salesight 二级市场的这个卖方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市场的做事商 或者研究他们是为了这个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 然后同时他们收取一定的这个佣金 或者手续费啊 然而二级市场的买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real money 就是这个啊 可能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这些长期的投资者 把hash fund可能就是相对更短期的 然后利用更多的杠杆 然后利用可能更多这个不为人知的交易特律 来进行投资啊和交易的这个啊 这个机构啊 对这样就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划分 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买方买方 也这个对于你分析你比如说第一步 或者你最终想要做什么啊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思考一下 就说你将来的这个打算啊 是长期来讲你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 而你准备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实现 这个长期规划 就是说如果你的长期规划 是我想去这个最终基金 那你可能就应该这个从这个 Secondary market销赛开始做起 如果能直接拿到一个买方的工作 当然很好 那如果拿不到的话 你应该从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从这个这个二级市场的这个买方来做起 相比来说好 如果你去投行做这个承销 那他可能跟这个就相对距离远一点 并不代表你做不了 但那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啊 这个职业前景 可能你更适合去走这个啊 这个primary 对吧 可能你更适合去PEVC 这个就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吧 想清楚这中间的这个啊 一个职业前景和这样一步一步走的 这么一个啊 一个一个规律 那好 然后我啊 最后来讲一下这个啊 这个这个国际宏观 和金融理论 然后从他这个理论 还有他这个啊 和我们这个实物中间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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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联系 啊 然后这个啊 全球宏观的这个理论呢 那我们讲就说啊 有这个啊 大家可能听过的这个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购买均价 啊 然后以及他相对应的这个 这个 这个简要的说一下 一会儿我可以具体来解释一下 那简要的说一下呢 就说这个啊 就是不同的货币 他在市场上有他的这个交易的这个价值 但同时呢 就是说啊 我们广泛发现啊 低收入国家 他的这个物价水平相对比较低 高收入国家物价水平相对比较高 最近也代表这个 同样的一美元对应的外汇 在低收入国家 他的这个啊 购买力就会比较强 在高收入国家购买力就比较弱 这是为什么呢 啊 巴拉斯三德斯他们给出了一个理论啊 应该来说是普遍的 甚至成立的 然后这个啊 就说啊 啊 因为这个 你可以将经济看成这个 贸易可贸易部和不可贸易部 啊 可贸易部呢 他这个啊 是由这个市场定价的这个外汇啊 来实现这个市场的均衡的 而他是一般是这个啊 这个制造业啊 或者一些高新科技啊 他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快 不可贸易部呢 好往是这个服务业 比如说 你出门了一个吧呀 吃了饭啊 这个东西 他是无法进行长距离的 跨境贸易的啊 然而他不能进行长距离的跨境贸易 他的这个啊 这个增长速度比较慢 而就导致呢 他相对于这个 可贸易部门 他的这个增长速度比较慢 就因为他的相对价格 就会不断地提升 当这个市场是均衡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发达国家 本身又有更多的这个啊 相对来说有更多的不可贸易 或者服务业的这样一个部门 就导致他的这部分的啊 啊 这个这个价格就会比较高 推高他这个国家整体的这个 这个物价水平 啊 这就是带来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购买力均价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变化 啊 啊 我记得我当时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听过林老师讲 林一福老师讲的这个啊 中国经济专题 然后林老师当时就讲 这句啊 欧洲开会 然后啊 大家都知道林老师 替一个小评头 然后他就在北大的时候啊 一般替一下八块 那他到了八里 然后他觉得头发很长 然后再替一下精神一点 然后结果啊 简单的这样替完了之后 呃 人家就是跟他说了一个八 结果他结尾说是八十 八十欧元 林老师这个啊 说自己参赞为为拿出一百欧元 结果人家说剩下二十 二十欧元就当小费 这就是一百欧元 这八二人民币 那个时候可能欧元对人民币 超过八块 八二人民币还不到一欧元 这就林老师用他个人的例子来讲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这个区别 当然国内现在这个 啊 消费业啊 服务业也住 中间上升 价格也在提升 啊 这个也是经济 规律的一个日常的这个体现 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 人民币的购买率评价 可能也没有原来这么原价 但是对 这个是对于这个 宏观决策和分析当中 有种的一个 一个分析的一个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讲的这个经销项目 还有这个国际收支 大家知道这个中国 长期是这个贸易顺差 经销项目顺差 然后国际收支也顺差 然后导致我们记得了很多外汇 然后导致人民币在国际市场 也比较强势 对于很多其他的新市场国家 这不是这样 那如果说能够发现新市场 国家的潜在的一些这个 薄弱性 可以这个有利于 就是说你发现一些这个 或者它的一个 一个一个长期存在 这个经销项目赤字国家 它逐渐实现了 经销项目顺差 可以有利于你发现 这中间的投资交易机会 然后货币政策和这个利率 货币政策和汇率 这个过去这一年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货币政策 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这个不同国家之间的 这个巨大的一个货币波动 就说这个美元对日文的汇价 从这个115 一路高高冷静到152 直到这个美国的财政 日本财政部 进行干预 然后这个也体现了 这个货币政策和 外汇市场的一个紧密的联系 最后我们再可以谈一下 这个外汇市场的 不同的市场结构 然后它不同的这个 决定机制 比如说 中国原来是一个固定汇率制 然后现在呢 逐渐是进行了 实现了是有管理的 有管理的这个弹性汇率 所以这一点的体现呢 也是这个人民币在这个 尤其是CNH 我们讲的就是 离岸人民币在这个 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 逐渐上升 我觉得这个可能早 六七年前 没有听说过很多人 交易这个离岸人民币 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 一个产品 现在的话 在伦敦的纽约 就大量的人会交易人民币 人民币我觉得 基本上可以说 已经替代了原来英镑 或者是加拿大原来 这样的一个地位 成了这个 出欧元和日元之后 人民币可能是 第三大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外汇的 一个这个外汇的一个 一个货币的 一个交易的品种 也是去年我觉得 可能大家主要分析 美元和强势 也是基于这个 相对于欧元人民币和这个日元 这个也是体现了 这个人民银行过去 从这个2015年会来以后 还是比较坚定的 只是这个浮动过去 一个一个 一个特点 然后带来的确实就是说 更为弹性的外汇机制 也使得就是说是 国际投资者 对于人民币更感兴趣 因为原来的话 就说大家对人民币的兴趣不大 因为 其实基本上就是 相对美元的一个 一个挂钩 或者一新挂钩的一个货币 而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弹性 肯定是逐渐加达 然后国际金融实物 当然就说 这个一级市场来讲的话 就是有公司进行投资 然后对冲 然后这个 这个有有 凡是设计这种跨境的 这个资本流动 它都会涉及到这个 国际金融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实现 然后呢 对于二级市场来讲呢 就是说 会有这个 国际的跨境的一个 资产的一个分配 这样一般都是一个 长期的投资者 然后对于我们的话 可能是相对比较 短期的投资者 然后或者交易 然后呢 我们也会基于这个 国际宏观的一些知识 来进行分析 来进行决策 然后最后呢 对于这个 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呢 他也应该这个 基于这个知识 与市场能够预期 来进行决策 比如说 如果说市场 对于 你的货 比如说日元 然后 这个日元的财务省 在这个高点 进行干预 他也是因为觉得 就说是市场 已经呈现了 三边的态势 就是 对于想要做空 每人做多日元的人 然后他实在是 不敢参与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这个 只有做多每人 做空日元的 这个一方 在市场中间进行 交易 而没有 相反反方呢 就是他看到这么强的 一个一个一个 动量 他也不敢去参与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日本的财务股进行干预 他相当于也是 抑制了市场 对于日元贬持的单边预期 然后类似于这样的 这样这个国际金融的知识 和市场 融合到这个政策的 基本当然肯定还有很多 比如就说 考虑到国际市场 对于外汇的预期 然后如果说 这些央行不进行加息的话 那可能会导致汇率贬值 然后汇率贬值 会进一步导致输入性的通胀 然后这个对于 即便是不在乎外汇 汇率 只是关注于国内的 这个通胀 平均通胀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他来说 他也不得不要去考虑 自己的政策 在外汇市场上的 这个影响 然后 跟大家可以简绕了 刚才那几个点 都可以跟大家简绕了 介绍一下 对于这个实际的投资 不是有什么帮助 就说大家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很多人都听过 然后 那个形象一点说 就是在一个 这个 这个 班上劳巨无霸指数 就说是一个 Big Mac 应该在普通的国家 他这个 他应该是相对是一个价格 否则的话 应该就能实验套利 然后一个Big Mac 里面中间是 有很多东产品 当然他也有一些 比如说是租金 然后这个员工成本 这些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Big Mac在普通的国家 这个价格肯定是 欠差万别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就说因为有 Blas & Simonson 使得这个 普通国家的 这个货币 它存在一个 持续性的 长期的一个偏利 当然呢 这个 这个 通过进行了 这个 调整过的 Blas & Simonson 之后呢 我们发现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它对于 汇率的 是有一定的 中长期对于 汇率的波动 是有一定的 这个预测性的 然后呢 你可以基于 进行广泛的交易 一个篮子的 这个汇率 或者这个 货币品种 然后来进行收益 然后可以看出 就是说 长期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汇率 它显著 低于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购买率均价 尤其是经过 Blas & Simonson 就在朝整过的 购买率均价 那它就是将来 升值预期会上升 而反之它 升值预期会下降 这个可以 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我这里面举了 一个土耳其 它因为当时是 长期存在 一个国内高通胀 然后最近这几年 高通 通胀 更是非常非常严重 然后这就导致 它的这个 汇率 它这个货币 不断的贬值 然后那个 即便它看上去 就是货币 是不断贬值 从名义 汇率上来讲 似乎是一个 这个 似乎是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有吸引力的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 水平 但是那个 如果你对它进行 购买率均价 分析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的货币 还是 还是存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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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估的情况 所以就导致 它这个 连续好几次 出现了一个 比较小 即便在新款之前 那个时候 涨幅度比较小的 一款感 再多次出现了 一个比较 比较短期的 比较剧烈的 一个贬值 然后呢 另外我们看 这个 这个国际收支 和经常项目 然后这个 经常项目的余额 那个 红光经济学上 基础的红光经济学 都讲过 就是储蓄 减去 这个国内投资 然后呢 这个 长期存在的 一个 经常项目的 一个逆差 一般会导致 这个 就意味着 长期需要 这个外国投资者 给你进行融资 然后 因为就是说 你国内的储蓄 相当于不足 足以满足国内 对这些投资需求 而这个外国投资者呢 往往他们是对 国内这个 最不熟悉的 而且就说 他可能 风险一加是最高的 所以在一旦 这个基本面出现 这个恶化的情况下 他们也是最先撤 最先撤资的 这时候就会出现 宏观经济 国际宏观经济 上 这个 突然停止 然后这个发生 在过这个 这个阿根廷的 这个借务危机 然后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亚洲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亚洲国家 普遍存在 就是说 经常项目赤字 然后国内 就是有很多的 这个投资 尤其是 这个资本投资 然后这个资本投资 短期之内 没有能够产生 更高的 这个出口效益 所以就是 可能对于国内 经济是有好处 但是 短期之内 没有出现 过高的 这个出口效益 导致就是 经常项目 逐渐恶化 同时 由于这些国家 他们这个 货币都是 固定汇率值 所以说 这个也没有 这个外汇的 这个收拾 或者贬值 来 来对这个市场 来对这个 这个 是市场 达到均衡 所以一旦 这样的一个 不均衡 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会 然后这个外国投资者 就会 对前进产生残忧 然后一旦 他们吃私的话 就会突然间出现 这个 竞争项目逆查 然后这个 国际受制逆查 然后 银行为了这样 维持一个固定规律值 然后他们就大量消耗的 这个外汇储备 然后最后导致就 不得不被动的脱钩 脱钩之后 往往就带来了 这个货币的大幅变值 然后通过货币大幅变值的方法 来 来抑制进口 四季出口 来再次实现 这个竞争项目的均衡 这也就是说明了 这个 一个 浮动规律值本身 还是有它的 很大的好处 虽然从日常来看的话 增加了这个波动率 但是从长期来讲的话 它使得这个 金融系统的 这个不均衡 不足以发生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维持了一个 长期的一个 一个均衡的态势 然后货币政策和这个 货币政策和外汇汇率 这个货币政策 对于短期来讲的话 对于外汇汇率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这个 之前我们看到的 长期的这个低通胀 使得这个 各个国家都会 这个 想要我们讲的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想 就会通过 就是将这个 将这个 自己的本国的货币贬值 然后来 这个增加本国的 这个通胀 然后带来的 这个负面效果 就是使得 这个你的邻居 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但是现在反过来 就各国家 都想努力 把自己的货币 升值上去 这样的话 抑制国内的通胀 这样的话 就会为别的国家 带来这个 输入性通胀 然后这类型的例子 有这个 日本 在2016年的 Yoker Control 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 追逐曲线控制 它去年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你可以说 因为就是说 确实是使得 日然大幅贬值 而且带来了 很强的一个 输入性通胀 对于改变 日本国内 长期的 这样一个 低通胀的一个心态 有一个 可能很大的帮助 但你也看到 一些恶果 就是说 像这个 大潮流期间 各国家都努力 想要 让自己的货币贬值 导致就是 全球性的一个 一个低通胀 或一个通促的 一个状态 现在我们也在看 各国家 是不是努力 再让自己的 货币贬值 升值 抑制自己国内的 一个通胀的 一个态势 然后最后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 到不同的 这个 汇率的 这个 系统 然后有我们讲的 固定汇率制 或者 货币联盟 就像 ECB 然后也有 我们讲的 中国 目前存在的 一个 有控 受调控的 一个 浮动汇率制 然后也有 更多的 G10 主要的 新闻发达国家 像一个 完全的 浮动汇率制 我觉得不同的 这个 我之前在本科的时候 包括像在读博的时候 也做过一些研究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不同的 这个 外汇的这个制度 也各有利弊 然后我觉得 最主要的 还是选择到 这个最适用于 本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结构 比如说当时 这个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做的研究 就是说 你在你的 这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定 不到一定程度之前 可能这个 金融开放 或者过于弹性的 这个货币政策 汇率政策 不一定是好事 当你达到了 一定的扮演程度之后呢 你开放了金融市场 然后浮动的汇率 对于这个 更有效的 这个 这个资源分配 就会更有帮助 然后关于 汇率制度呢 那就是说 给大家 几个例子 就是这个 索罗斯在1992年 当然他击败了 这个英国蓝银行 他看走了 英国蓝银行 会要这个 放弃固定汇率制 而这个 很多人都担心 这个欧元区会解体 这个时候 Draggie作为一个 进学博士 然后 就是用了他 这个政治家一面的 这个风度 当然他现在是总理 大家知道 来这个跳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拯救了 整个欧元区 然后强调就说 是这个 欧洲商银行 有足够的这个 能力来这个 保护欧元区的 这个稳定 对包括像这个日本银行 他这个最近 他的这个 他即便是一个完全 浮动汇率制 他还会进行 这个汇率干预 然后包括像人民银行 去年一年 整体还是比较稳健的 这个维持住了 这个货币稳定 然后这些都是 这个 这个外汇市场上 一些这个 经济学和食物之间的 一个 一个相联系的部分 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同学 会有一些 关于最近的市场 大家可能也有些问题 然后欢迎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这个 今天就是简要介绍一下 然后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呢 希望大家那个 听过今天讲了之后 可以再回去重新读你的书 然后可以思考一下 就说 梳理学到知识 和金融市场 有什么样的联系 其实如果你自己思考的话 会发现 这个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 虽然很多书上的东西 看上去 是非常的公式化 然后这个理想化 但是现实市场中间 还有很多的 是接近于 这个理论的一些 一些体现 比如说我们也会去思考 风险议价 我们也会去思考 这个预期回报 和预期收益 和这个风险 然后比如说 我们也会进行 这个投资子核的优化 然后 我们也会去做很多时政的分析 然后这个就是 都是一个学界和业界的一个相交融的一个部分 谢谢大家 好 刚才把我的这个经验也给弄上了 这个白老师 好 那非常感谢张博士的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演讲 那下面我们有看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跟张博士交流一下 我们的这个同学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在这个 也可以打到这个聊天区 可以打到聊天区 也可以打开麦克直接问 都可以的 有问题吗 我们同学 张老师您好 我想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康奈尔读博期间 所学的课程 您觉得就是说 哪些内容或者说哪些博士阶段的训练 对于您在业界从事相关的工作是比较有帮助的 谢谢 好 这个这个很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有很多人在问 这个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不要去为了去业界而赌博 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受制项目的训练 一般已经不够了 然后这个 我当时去赌博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 我父亲他原来也是个教授 我这个一直就说是 可能也是这个学界的传承吧 所以我当时去赌博的时候 是觉得自己肯定是会去学界 然后后来当然因为各种原因 居然巧合去了业界 但是我觉得这个训练肯定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 首先就说是从 可以从道和术的角度来讲 道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博士的训练 使得你 就是在做研究上 这个肯定比别的人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层面 就是说 肯定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层面 然后 就说是你如何的去细化 你在一个假设 然后 如何去研究一个分析 然后如何去 如何去能够尽可能地得到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 或者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有效的一样一个结论 这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博士研究的一个训练 然后从数这个角度上来讲 当然就不用说 就是在这个工作中间 你学到很多的知识 这个宏观经济学 然后这方面知识 然后从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说这个编程 然后计量经济学 这个量化的宏观 这个对于你日后的这个分析 还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说实验剧烈分析 然后这个洪老师 就是有实验剧烈分析的 实验剧烈分析 然后这个 包括像很多我们当时做的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宏观的模型 这个对于日后的这个 这个在业界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就你可能要比这种 比如就说是 这种不是科班出身 可能很多人本科毕业 然后就在这个金融行业里 莫发广大的人 这方面优势会更大 我觉得从这个道上来讲的话 就是增加了一个 对研究的一个训练 就是说我觉得真正好的 这个交易员或者投资者 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 在当今这个市场 就是说量化越来越多 即便你不是一个 系统化交易量化交易 但是就是说 对于你的 整个我们讲的一个process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再靠一个 简单的就是靠我们这个直觉 然后在这个市场里 活杀的人是越来越少 即便是个基本面的投资者 他应该也会有 使用很多量化工具 或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 因为就是说你最终 需要的是 你能获取这样的一个优势 是一个edge 那这个edge 肯定不是说靠拍脑子想出来的 要靠做研究做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做研究 不论是这种更黑箱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预测模型 还是说是一个更基本面 分析的一个模型 这对于你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严谨的 有这样的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一个研究都非常重要 而你这个研究工具 是不是能够使用量化工具进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 谢谢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同学问这个 是不是在问这个ESG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个人做的相关倒是没有这个ES相关 但是这个确实这个在现在很火 而且我觉得也有他道 就是说我们之前讲 就是说这个 他这个金融投资者 然后他对于给定的预期收益 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 他可能会有一个风险的贴水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讲 就是说这个 它可以是个溢价 也可以是一个贴水 然后ESG你可以认为 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收益的情况下 我愿意 或者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风险的一个情况下 一个ESG的投资 我愿意这个接受少一点的回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就是说这个 这个西方世界 或者整个人类世界 也是越来越的开放 然后也是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鼓励这个好的这个行为 我们希望这个不鼓励坏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希望 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东西 它能够创造经济回报 它同时还能把握环境 或者它创造经济回报 同时还能改善这个一般人的生活 那我们就可能对它更有偏好 这跟我们买东西是一样 所以就是你可以认为投资者跟消费者也是一样 就是说在其他的条件相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更喜欢这类型的投资标的 这也就导致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不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 很多人都喜欢讲 就是说自己在ESG这方面 有更多的这个优势 然后呢同时呢 这个消费者投资者呢 最后的终端消费者 也认为是投资者 还更愿意去付这个钱 比如就说我个人作为一个投资者 那我可能也是 我当然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投资回报之上 但是啊 我是不是愿意在 让渡一定投资回报的情况下 投资一些这个ESG相关的项目 我觉得我会愿意的 我觉得这是对的是好的事情 这也是 这也是 为什么这个东西 现在在西方越来越火的一个 一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说 不能忘了初心 那金融投资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说是这个 对于投资者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回报 但是在有回报的情况下 就说 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同事 这个支持一下ESG相关的行业 我觉得是会的 就是说在我们利益市场 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德国 包括他的发行很多 这个绿色的国债 绿色国债可能就会 这个支持一些环保相关的一些项目 这些绿色国债 他的这个收益率 他这个就是一个经典的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套利 你可以说 就是说这个 他 他一个五年债 他同时发一个 比如就说 十个亿的 普通的五年债 然后他发两个亿的 绿色国债 这个绿色国债和 这个普通的五年债 所有的这个项目 都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他的这个attribute 同时一样 他的这个票息 他的这个97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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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风险 风险 场口 然后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绿色国债 他会这个 投资在绿色项目上 这个绿色国债 他就是会比一张的国债贵一点 但这个贵不了特别多 但是稍微贵一点 而这个贵点的这个差值呢 不足以让人去这个 因为就是你需要在回购市场上 进行交易 不足以让别人去这个 去平抑他这两个差价 所以就说他就会 他就是结构性的 在这个市场上会贵 张博士您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个 对最近一个热点您的看法 就是最近因为 美国的硅谷银行 还有像瑞士信贷 这些的一连串的事件影响 所以就会看到 银行股一直在一直在连跌 然后与此同时的 银行股一直在拉升 而且可能受此影响了 就看到最近 就是黄金的价格 一直在N连涨 而且我刚才看到 一个高深的预测 说预计本周 美联储不会加息 我就想问一下 您对于这些 就是这种 我不知道不能叫 紧急或者避嫌 就类似于这种突发事件 您觉得它会 之后会产生一个 更深远的影响吗 或者说可能就类似于 之前俄乌战争这样子 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事件 我就想问一下 您个人对这些事件 对于可能 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 或者是货币 或者是宏观一些的影响 谢谢 对我觉得就说 怎么说呢 就说是 不能说这个是一个 决定性的调整 但是就说 对市场的影响 肯定是还挺深远 因为就说 其中一点就说 在这个 硅谷银行爆出来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就说市场还是不愿 不要担心 可能联储会不断继续加息的 那现在大家感觉的 就说OK 就说 即便通胀是有粘质性 但可能联储也不会 再往上加很多的息 因为就说 现在金融市场 金融系统已经出现了 不稳健的地方 已经需要这个联储 在这个重新向市场 注入流动性 所以让人感觉 就像1819年一样 然后这个 而如果说 黄金升值的背后的 交易逻辑 大概是说 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联储 它的这个民意利率 提升的上限 已经被这个限制住了 而如果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通胀还叫延制性化 那就会导致 真实利率下降 真实利率下降 一般都是有利于黄金的 更不是说黄金 还是避险的 所以就说是 黄金大概就是有 这个真实利率和避险 这么两个要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黄金升值背后 一个交易逻辑 然后对于整个银行的话 我觉得 在美国的话 可能 大家不要 尤其是担心中小银行 因为就是说 虽然现在有 这个 这个BEN Term Funding Program 但是 这个融资成本 还是非常高的 它是这个 就是 接待周期的 这个OIS Overnight Index化 加上10个BEN Term Fund 大家知道 这个 很多中小银行 它原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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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气账户 它可能也就是 零 甚至于就是 很低 可能1% 2% 然后如果用 OIS plus 10的话 那就是 也就是4 4%到5% 所以就很多 中小银行 它就算 可以通过 这个 联储的 这个流动性窍口 来获得流动性 但是这个 长期来讲 对于它的营收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这个流动性 拿到 这个流动性成本 非常高 这不能长期持有 这个流动性 所以就意味着 如果联储 在可预见的 一段时间内 都维持在 5% 这样的一个 比较高的 力气水平 对于这个 中小银行 它的这个 商业模式 会有一天的冲击 这个大概是 中小银行 它的这个 银行股表现 不太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背景 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 从大的 宏观的层面上来讲 对于美国整个 金融系统 冲击应该来说 是比较小 因为从目前看起来 归补银行 它本身的一个问题 或多或少 就是 还是它自己 管理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 现在爆出来的包向 哪怕像瑞信 就是它这个事情 其实早就长期存在 然后瑞信从这个 估计事情里面 表现都不好 所以就是说 真的就是说 是大家所担心 这种全面性的爆雷 倒是相对 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你说 它会对这个 消费者的信心 会不会有打击 然后这个 从而导致 这个可能通胀 因为美国消费者 是目前为止 最强劲的一个部分 也是通胀 为什么这么猛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说 这部分 如果说被打击的话 可能 一部分限制了 联储 一部分限制通胀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是 这个利率市场 出现了一个回调 是实情正常 而利率市场的回调 带来的就是 这个黄金涨 然后美元在一定层面上 也是下跌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觉得都是 都是 有一定道理 包括像股票 为什么现在是不涨不跌 因为他有一个联储的宽松 但同时也有对一个 经济预期的一个担忧 我觉得这周末 瑞银收购瑞信 包括像成功把 AT1的摘平 这个对于市场 应该来说是一个 比较利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内部对于 这周联储 到底是0-25 也没有一个 决定性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可能 但是不论怎么样 不论是0-25 应该联储 可以说联储的 这波加息 已经接近尾声 那如果说联储的 加息接近尾声的话 那就说下一步走势 还是要看通胀 我们未来 对未来这几个月的通胀 还是在分析 可能还觉得会偏高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 通账和劳动力市场放缓 然后可能能够允许 美国软着陆 这么一个情况 对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对于 全球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还有全球的系统性的衰退 这样的一个担心 还是不是特别的大 更多的可能 还是在软着陆 这样一个阵营里面 好的明白了 谢谢老师 好谢谢 那我们聊天框里 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做宏观对冲 需要对市面上的投资工具 都了解吗 比如股票 债券 卖汇 期权期货等 对 这个宏观对冲 我觉得 最主要的还是 这个 这个是就是 我个人就说 做过宏观对冲 也做过相对 更卑光的 这个成本价值套利 所以说宏观对冲 肯定对于这个投资工具 的理解 肯定是稍微少一点 因为最主要的是 从宏观的 基本面上 对于未来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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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预期的 这个环境 有一个分析 然后再基于这样一个分析 top down的一个分析 然后你再去看 这个怎么样的一个 投资标的 是最有可能会 表现的好 或者可能不好 然后 从而这个 进行这个分析 但是就说 对于这个 其实传统上来讲 宏观对冲 大家一般是做这个 债券外汇 比较多 然后这个 但是也有人做股票 但是股票的话 就说因为你 你还涉及到一个 对于个股的分析 然后一般宏观的人 他都不是一个 这个bottom up 这样一个 从下自上的一个分析 所以这个 就是挑战金会更大一点 然后我们会看 这个估值期货 这种多一点 宏观对冲 最主要的还是 你要对这个宏观的 这个比喻 还有这个基本面的分析 做到位 这个应该可能 这个是我们讲的 就是你的Edge 和你的AlphaSource 对投资工具 当然是了解越多越好 因为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对投资工具 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分析 你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 我们讲的Ritual War Ratio 可以实现更好的 一个不对阵性 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就是你的AlphaSource 来自于你对宏观 基本面的分析 而不是这个投资调底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我看就是说 XGPT对量化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非常强大 就是说 但我觉得XGPT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替代了一个非常勤奋的 一个研究助理 我觉得就是很多大量的 就是说是 思辨性不是特别强 但是就知识性很强的一个东西 XGPT的替代都比较大 然后你说对于量化岗类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 你能挣到钱的量化岗类 肯定都是网上没有写过 那就是XGPT 它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应该也分析不错 如果说一个东西 网上已经有人写过 那这个Alpha 那也不是PureAlpha 那也就是一个Risk Premium 那就是XGPT 我觉得对量化肯定是有帮助 但是就是说 你说它是不是能够直接Automate 然后这样就作为一个盲盒 自动化的一个 获取这样一个增长点 我觉得是相对不容易一点 它更多的是能够减少 我觉得信息不对称 很多的这种信息不对称 和这样一个Knowledge Barrier 通过XGPT之后 可能会减少很多 但也意味着 again就是说是 用这个Buffin特讲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你也要去思考 你来的支持 你作为一个人 比他来的支持 你要更努力的去提升 你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 还有你的分析的 尤其是对于这种 非常见情况的分析的能力 因为就是Repeated events 肯定是更容易被量化 所把握的 你肯定要看的是一些 非Repeated events 像新冠 像这个 像这个硅股银行 这种就说不是 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往往可能就说是 量化分析是更难的 然后看到这个硅股银行 我国中场银行 我对国内的这个中场银行 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肯定这个有很多人 比我了解的多很多了 我也不斑门弄斧 我们国内是不是中场银行 很多是还是城投债 或者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多 但我国家觉得整体就是 如果这次美国这个银行 很大程度上 还是因为联储在短时间内 价值非常多 导致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deposit beta 那么我们国家就说 这个 首先就说是有了这个 利财盘点 大多数银行本来对于存款 和这个 这种流通性可能管理 也是比美国这边要多一点 但是一 二来就是这个 这个 人民银行对于这个利率的波动率 还是比较谨慎 如果不会 如果说通胀不爆 然后这个国内利率也不会大幅排升 那我觉得起码不会发生一个像 像这个硅谷银行这样类似的一个情况 然后瑞信我觉得是完全是 然后瑞信只是就是说 它长期存在问题 然后在现在当前这样一个就是 市场普遍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说它这个东西被 被推上了前台 对这个基建未来 成头在信仰 这个 这个 我不在国内做信 不在成头在信仰 我也不好讲 但是感觉是不是好像 大家在提 就是说是 打破冠队 这是前两年一直的一个提法 但是 也不会说真的让这个东西爆雷 基建投资未来 我觉得 这个可能 过去这两年 大行都在唱的就是这个人口 已经真达峰了 然后这个人口红利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对基建 可能确实会有影响 就说 是不是会往一线城市 继续聚集 肯定会的 但是这个 三四线的城市 是不是人口还能够继续上涨 然后如果人口没有上涨 那是不是基建投资需求 也会下降 我觉得是有可能 我这个上个月去日本 这个考察 然后这个一个 在日本就是比中国 早20年 这个人口早在 已经这个大风了 然后老雷话也非常厉害 但是就是 一个日本本地的一个 纳粹就说 这个农村的这种 非一线城市 就是日本就是东京了以后 日本就是东京 然后其他这些小城市 尤其是非一线 尤其是这个农村 就是逐渐就是衰亡了 然后他们也是存在 大量的老年人 在这个非城市 年轻人在城市 他们觉得这些地方 就会逐渐消亡 那我觉得可能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这个也是基建投资的一个 可能存在的一个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未来这方面的 这个需求可能会加强 AI对量化投资 抱歉 我不是做量化投资的 所以就说是这个 可能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 AI本身是 Protecting Model 然后这个量化投资 也是Protecting Model 肯定是有相通的地方 这个 大家如果读过这个 Rintech那本书的话 他们可能用的是 也是基于这个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或者Kindle Markov Chain 之类的一个 一个 所以就是从这个 从算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可能是就有互通的点 但是 Again就是说 AQR喜欢讲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为什么AI不能完全替代 因为这个 AI只能 就是 就是 AI只能 就是通过 看到很多 这个牛的 这个不同的角度的 这个照片 然后发现是个牛 然后看到 马的不同角度 照片看到是个马 但是这个 AI无法预测 将金融市场中 存在的一个 就是说 牛可能会变成马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个人喜欢讲的 就是说这个 量化交易 无法完全替代的一个原因 就是 基础市场 永远是一个小样本 就说是 除非你是非常高频的 然后你这样本量这样大 否则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中低频的 一个交易的话 就是说 你的这个 enterline data generating process 基本上是在变的 然后就导致 就是说 可能一些基本原理适用 但是就是说 一个preddit model 就是 比如说五六十年前 市场 金融市场在哪怕三四十年前 金融市场交易 它的很多特征 可能是 可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数据 可能现在就不一定有用 就是导致 就是说 金融市场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演进 导致就是说 数据量 最近是几年 是最管用的 AI算法的主要步骤是 主要 首先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量化部门 我不是量化部门的 二来就是这个也不好讲 对吧 大家找找书上看 有没有 有没有分析的 然后你说量化交易会不会出现 做做闪崩 我觉得 闪崩有几类了 一类就是我们讲 这个Definger 那就是量化交易会有Definger 人工交易也会有Definger 都会有 都会有 但是量化交易 确实就是没有一个交易员的话 可能就算是 写错了代码 当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保护程序 那就写错了 确实可能也会闪崩 还有我想的就是说这个 量化交易 应该这么讲 就是量化交易 大家都会说量化交易使得市场流动性更充裕 但这个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 就是说是这个 量化并不会比人就是更愿意去在 这个高波动率的时候提供流动性 所以就是说在高波动率的时候 无论是量化的做市商 还是个人 人来作为做市商 然后他可能都会有一个 风险规避这样的一个环境 最后一个 我是你结婚已经结婚了久 小孩已经有一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马上要出来 谢谢 张老师你好 我还想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 您现在在Citdale做的工作 就是说并非是Citdale的主业 也就是说Citdale它的主业应该是全球做市商 然后我想请您谈一下 就是说如果想要从事做市商领域的工作的话 是否一定要理工科领域的博士才更有优势 因为据我所知就是说 您的北京大学的不管是数学学院的同学也好 还是原配方向原配学院数学方向的同学 一般有很多就是说在国外拿了那个理工类 或者说是数学类的博士之后 很多都在那个Citdale从事那个做市商的研究 就想因为您可能和他们比较熟悉 就是想请您为我们就是说普及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那个国内的学生 在毕业以后想从事做市商领域的一些工作的话 应该从哪些领域进行或者说哪些方面进行一些专业知识的 或者说求职领域的一些准备工作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首先我不同意 什么叫我们不是主业 Citial Security只有十几年历史 Citial Security只有十几年历史 我们是主业 他们是分业 当然也玩笑话 就是说主要区分就是说是我们是在内部 我们是SMI 是不是在就是说我们管的是我们自己的钱 还有这个客户的钱 然后Citial Security 然后我们是使用的可能是比较中长线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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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标的啊 或者说是这个交易周期 然后Citial Security 他们就相当于就说不会持有特别多的自营的这个投资 他们更多的是做市商 然后他本来当年是Cash想把Citial Security做成一个这个这个全能的一个投资银行 他最后决定就是说从做市商这个角度上出发 我个人就做市商他的这个特点就是说 他一般那个这个交易频率非常高 然后呢那个一般不太占用自营的这个资本 然后呢那个 然后他的这个一般不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预测 而更多的是一个Equity Provision 然后那个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这么一听你就能感觉到 就是说理工科的博士可能他的优势就更大一点 因为就是说他对于整个对经济和金融的分析就不是那么强 这个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更抽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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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就是说你只需要一个在金融和经济一个比较比较大的一个一个比较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了解就可以 他更多的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认为这个所有的tata generating process 所有的这个price processes 他可以认为他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统计的一个一个分析 或者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这样一个random process 那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做读计算机的或者读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控制论啊或者说读什么其他的理工科 可能你在这个处理这些数据方面的优势要比一个对经济和金融的人更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只是这个 而我就说为什么这个 Cellar Securities他的这个表现非常好 也是为什么他可能对数据的依赖率更强 因为就是说他在他对他来说的话 他确实存在一个大数据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可能整个市场的微观结构 因为他大主要的钱都是微观结构挣的钱 如果整个市场的微观结构 他可能是比较粘质性的 可能过去这四五十年的微观的这个数据都是可以用的 而他的这个本身数据量每天数据量非常非常大 他有很多很多的市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套利的这个能够研发出来比较稳健的套利的这个这个工具 就会比较就会比较就会比较就会这个可能性会更大 然后相对于就说是数据量比较小的 可能就说是non-repeated event 从个人星球上来讲的话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这个SATA Securities 他们的那个compensation就会比我们更好 那个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大的工厂式的一个 就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螺丝丁 然后你不会说从头到尾研究一个策略 可能只是从这个做这个数据分析啊 你可能做这个 可能做这个更好的这个执行机构什么的 他们整体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回报力非常强 非常profitable什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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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但他们更多的是依赖就是很多很多聪明的人 然后大家都作为这个基石来打起来 整个这样一个机构 所以而这个在这个对中基金这边的话 就是更大的是你个人的表现和你个人的薪酬 直接挂钩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区别吧 但如果说你要是想去这个做时商这边的话 那我觉得肯定最好能够读一个理工科的会优势很大 因为就是说你读经济和金融最后结果也是用几两个经济经济学嘛 就是就是就是反正最后都是都是量化方法 那你不如去读一个量化方法都多了 但我觉得你可能希望读一个这种读一个就是computational 计算编程方面比较多的 读一个对数学要求也比较高的就锻炼一下思维吧 就不要去读什么实验类的 这可能就不是这么不是这么相关 你说宏观前途 我觉得各有啊 我觉得我见到了最好的 我当然就是我不做过 所以就是谈不了股票市场 但是就是在利率市场的话 我觉得做最好的人是宏观和宏观都了解吧 既了解这个我们讲的 也了解宏观 我觉得这背景是最好的 就是说只强调自下而上 如果看不清楚宏观的话 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做市场中性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你能够啊 两个方面都能够有所了解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 张博士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自己的同学 就是胡杀同学 他问这个老师 您认为目前金融各个细分方向的工作 哪些算的是比较有潜力前景的呢 好的 金融斩设的同学 对对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如果尤其在国内的话 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 我个人是挺看好 未来这20年 就是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深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美国的话 就是即便老百姓这个金融不是很懂 大家也都会存这个养老账户 大家也都会存大盘的股票 就是就像类似于这样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这个伴随着高增长周期结束 然后渐渐的进入到一个中等增长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个短往对于这个资本市场不一定是坏事 然后因为就说这个公司 他可能会更强调这个提升自己的earning 然后这个利率水平一般也会相对比低一点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20年 如果在asset manager在的话 在国内的话 就说可能这种institutional asset manager 然后像美国这种Vanguard Fidelity这样的 然后能够就是帮助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实现更多的从这种固定收益 或者偏固定收益 向股权投资 然后长期分享这个中国经济成长 我觉得这个是大有可为的 然后这个其他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进一步的把这种量化和数据 输入到进入各个部门 这肯定也是有帮助吧 然后这个但怎么说呢 就是说大家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 就是OK这个在这个primary market 有很多这种monkey work 作为一个这个去这个投行 作为一个这个first year analyst 每天就是复印打印 然后修改一下PPT 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用XLGBT做 我觉得这个不为过 但是就是说金融本身 因为它存在我之前讲的 有很多的这个风险转换 然后97转换 然后这个不对势信息转换 导致就是说 虽然有很多东西看上去是monkey work 但是不一定真的能被积极替代 所以我觉得到于对于这些方向 也不一定要悲观 比如说HCP跟你讲 就说这十个独角兽 我觉得这个独角兽最好 但是你可能具体还要细分很多东西 就是说他拿到的所有的可能是 public available information 你可能去读了另外一个报告 然后你觉得就是OK 可能这个中央会大力推进 这个EV还有这个新能源 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的那个 预料库里没有 所以你觉得你可能觉得另外一个 主要是更重要 或者说你可能跟这五个CEO洽谈 你感觉某一个CEO 他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些方面都是 我觉得不一定是能被完全被量化替代 但我觉得就是说 更加强金融和数据方面的融合 肯定是很有帮助 我个人对于这个 什么这个虚拟货币啊 然后这个Fintech个人 这些方面我倒是稍微有一些 这个当然我可能是老活动 我当然稍微有一些这个保留 因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 就是说是有一部分是 是这个监管套利吧 如果说你是小规模的 做一做监管套利是可以实现的 但就是说如果大规模的 做监管套利 肯定会引起这些监管条例的注意 其实这一次要去年 要不是比特币崩盘的话 联储可能也是要对比特币进行更强的监管 就是说就是它不可能允许市场上 有另外一个虚拟货币来这个 影响这个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 且不说美元霸权 就是说美元美联储 对于自己的货币政策的一个估计 包括像大家看到 这次有这么多虚拟货币的这个崩盘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 现代科技下的一个盲点 它更多程度上 只是一个传统的这个银行业 都不便存在了一个监管性的问题 但只是就是说 虚拟货币没有被监管 所以说这个以前银行走过那些弯路 它也都走了 所以但是如果说它要是被监管 它优势又在哪里 所以就是说 对我对于这种 你个人进行炒作 或者就是说短期进行投机 我觉得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种因为监管套利而产生的金融细分行业 我觉得可能不失最有潜力 就是我可能还是一个学院派出身的人 我觉得就是说金融本质上还是为了这个经济活动 还是为了生产力做贡献 那就说怎么样可以更加更大的提高这个资源分配和生产力 才是金融应该发展的方向 那就是说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如果说如何能够提高我们国家还更多的 一般的居民的资产分配 使得它能够更多的规避风险 分担风险 然后同时怎么能够把这部分资金盘活 把它用到一个更好的资源有效分配的地方 那我觉得是未来进入发展最有效的一个 最有希望的方向 那我觉得就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个 谢谢 好 谢谢张博士 我看还有不少同学可能还有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到这里 因为那个马上就要到美国的上班时间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 对非常感谢这个张博士啊 这个抽出这个清晨的时间 然后给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分享 那我想后面呢 可能有机会的话呢 也请张博士继续关注 我们的这个金融专售的项目 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这个见解 以后我们可能会加强交流 那非常感谢这个张博士的这个精彩讲座 然后也同时感谢各位参加的这个老师和同学 那我们下一期期啊 期待下周 然后是第58讲 请大家这个继续关注 那好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座就到此结束 谢谢张博士 谢谢大家 早安晚安 好 好再见 感谢吕教授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感谢 好 好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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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